如果他增幅還是外相傳 都不會影響商界 當然這個可以是其中一個指標 不過商界是會看看自己本身的公司 真正的情況是如何 如果當然有些生意好的 當然家福會多些 生意差的也很難跟得到 這個絕對是跟政府的家福是會分開的 實際上兩個生態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商界很多時候生意好 那個年利用高的 可能有雙糧三糧 甚至乎花紅去到可以相當高的 當然公務員就不會有這件事 所以這些不同的生態環境 很難作同一個比較 現在的減身問題 那些挺緊身的 有些人的減少 那些減少的 那些減少的 那些減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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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可以叫公務員事務局去檢討一下 那事實上那個經濟環境 那些減少環境 各方面改變了 會改變了 那變成了 順應潮流去檢討一下 是否在那個情況之下 去到頂點 就完全不能再改變呢 那我覺得可以考慮了 可以去談 那些減少環境 那是否在這裡 真的是否在場 也不用再改變 那是否在場 當然細節內容的起因如何我們未了解 特區政府的反應是快的 也要求了北京港澳辦幫忙或者朱月辦幫忙 令到記者盡快的情況下放出來 以及去醫院去看他的傷勢 我覺得那個反應是快的 所以我都期望那個記者可以盡快康復 至於是不是受到譴責 我就覺得他完全了解了那個事件 先去評論 不過在鏡頭這樣面前看 事實上是不應該這樣做 也會增加多4-5%的報酬 在某些稿上 我認為這次的增加是很高的 比例去年來的 比例去年 特別是我們有很好的 the economic growth is 4.9 per cent which is comparatively high in the last maybe five ten years So the economy is doing good so increase of about four percent on the civil servants percentage i think is reasonable but if you compare that with the business sector 它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跟行業的部份它相互的 真的有好利益 如果行業好利益 它的成员可能不太多 如果行業好利益 的一種有利益 所以,兩種額应该是相互的 不要在一起 I don't think so, it's a separate environment, so I don't think the business sector will 100% follow what the government is having.